你想要除掉它们也是很自然的。 有几种方法可以去除皮锤,在家中或者是医生办公室都可以进行。 本文将介绍这几种方法。 使用医学认可的治疗方法一,进行手术切除。 可能除掉皮锤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你的医生来除掉它。 这可以很快地完成,在医生的办公室里就可以。 医生首先会用酒精清洁皮锤的周边皮肤,然后用消毒剪刀或手术刀剪掉它。 除掉小皮锤可以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,并且痛感也就是蚊子钉的水平。 如果你尝着较大的皮锤或者在同一个区域尝着较多的皮锤, 医生或许会在除掉皮锤之前对你用一种麻醉药膏或局部麻醉剂。 一开始皮锤可能会流一点血,但通常会在24小时内痊愈。 2. 灼烧皮锤 去除皮锤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,就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用电烧灼器将它们灼烧掉。 这会使得皮锤变黑并立刻脱落。 不幸的是,大多数医疗保险供应商认为去除皮锤是一种整容手术,因此你的自己支付所有的治疗费用。 唯一的例外是可疑或有蒸厚的皮锤,这可能可以由卫生保健政策来报销。 3. 冻结皮锤 使用和灼烧类似的方法,你也可以用一旦将皮锤冻结,这便是冷冻疗法。 冷冻疗法也可用于治疗其他不良的皮肤状况,如肉坠和翅。 冷冻疗法也被认为是一个整容手术,大多数保险政策不提供报销。 冷冻疗法可能会在皮锤掉落之后在皮肤上留下轻微的变色,但这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消失。 5. 不要去理睬皮锤 记住皮锤是完全无害的,所以没有必要因为健康原因来移除皮锤。 如果你脖子上的皮锤很小并且不会导致你皮肤发炎,你应该要考虑一下不理它。 使用消毒过的剪刀衣,给你的剪刀消毒。 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消毒你将要用来剪掉皮锤的剪刀。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消毒。 消毒最彻底的方法就是使用高压灭菌锅、杀菌设备,但你可能并没有一个现成的设备,因为这种设备太贵了。 更便宜的消毒替代方法可以是用一些外用酒精和棉球清理剪刀,或是用一壶水浆剪刀煮个十分钟。 用抗菌肥皂洗手,小心地把消毒过的剪刀放在一条干净的毛巾上,让它晾干。 这时开始要避免触摸消毒过的刀片。 二,用镊子夹住皮锤并用力拔出。 这将能够拉长皮锤,给你更多的空间来让剪刀紧可能接近皮锤的底部。 在你这样做之前,你可以用少量冰来麻木这个区域从而减轻你的疼痛感,但实际上移除皮锤并不比用镊子夹住皮锤更疼,所以这样的行为很可能是没有任何必要的。 三,拿起你消毒过的剪刀,把皮锤剪掉。 慢慢地定位好剪刀的位置,要小心地确保你已经仅可能地接近皮锤的底部将其剪掉,并且没有将周围的皮肤也剪掉。 一旦你找到了这个位置,请迅速地剪掉它,这样可以减少疼痛。 感觉上这就像是迅速地加了一下皮锤。 除了用消毒过的剪刀外,用指甲前将皮锤除掉也是可以的。 如果皮锤藏在你的脖子上或其他很难接触的地方的话,指甲前可能更容易使用。 在使用上述方法制衣时要确定指甲前已经被消毒过了。 4. 清洁伤口,并沾上创可贴。 在切割之后,皮锤底部很可能会流少量的血,但这是正常的。 要注意在贴上创可贴之前要消毒那片区域,不然伤口很可能会遭受感染。 用棉球沾上少量的外用酒精或点酒来对该区域进行消毒。 用白色的创可贴覆盖住这片区域,并至少流出24小时来让皮锤处的伤口愈合。 如果有任何感染的迹象进一步发展,如肿胀、胀痛、发红或伤口周围渗出血水,要立即咨询你的医生。 使用结扎术医,准备好一些缝合线或牙线。 结扎术指的是在皮锤的底部捆上线,切断血液在皮锤处的循环,使得皮锤死亡从而脱落。 随便一种细线都可以,但缝合线和牙线是两种最常见的选项。 另外好的钓鱼线,或者小橡皮筋也行。 对于那些很反感切割皮锤或不愿意支付医疗费用的来说,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不会流血且不会疼。 2. 将细线绑在皮锤的底部。 这是比较棘手的部分,特别是当皮锤位于你的脖子上时。 如果你选择在镜子的帮助下来做这件事,那么你可以小心地将橙环的活节套在皮锤上。 要稳当地将它拉紧,确保足够紧以切断血液供应。 这可能需要一些练习和耐力,因为当你将节拉紧的时候活节会沿着皮肤滑动。 如果是这样的话,最好的选择便是寻求朋友的帮助。 3. 让细线绑在那里一段时间。 让细线细紧皮锤,如果有必要的话再拉紧一些。 当皮锤的血液供应被切断之后,皮锤会变干,随后便会脱落。 要知道皮锤的大小和你捆绑它的方式会影响皮锤掉落的速度。 皮锤脱落时,下面的皮肤已经长好了,因此不需要消毒或者动态。 4. 要避免过敏。 如果你捆绑了的皮锤是可见的或很容易被你的衣服碰到,或许在你等待皮锤掉落的过程中你得用一个小钢带来盖住它。 摩擦可能会导致皮锤周围的皮肤过敏、红肿或发炎。 通过阻止进一步的摩擦和刺激,发红和炎症会很快消退。 使用未经证实的偏方,请勿使用哦。 1. 使用无色纸价油。 一个常见的除去皮锤的偏方就是将皮锤涂上无色的纸价油,因为这被认为能够使皮锤浅掉,从而导致其脱落。 只要用无色的纸价油涂在皮锤上,这就会使得它变干。 每天重复这个步骤2-3次,直到皮锤萎缩和脱落。 每天你可以通过轻轻扭动皮锤来加速这一进程。 2. 试试苹果醋。 苹果醋被认为是一种治疗皮锤非常有效的偏方。 将棉球或棉签站在醋里面,并将它涂抹于皮锤上。 可能会有一点刺痛。 每天重复一次或两次这个过程,直到皮锤变成黑色并脱落。 这可能需要2-4个星期。 小心点,不要让醋洒在周围的皮肤上,因为可能会损毁皮肤。 3. 磨点茶树油。 茶树油已成功用于治疗许多不同的皮肤病,皮锤就是其中一种。 将棉球浸泡于水中,然后加入几滴治疗等级的茶树油,这样就可以使用了。 用蘸了茶树油的棉球轻抹皮锤。 每天重复一次或两次这个过程,直到皮锤干掉并脱落。 4. 使用非处方药膏。 市场上有许多非处方药膏声称能够去除皮锤。 有些觉得它们非常有效,而另一些则不这样觉得。 要按照标签上的说明来使用。 据说有不少特定的牌子都很有效,包括远离皮锤药膏,皮肤健壮膏和皮肤素。 5. 试一下柠檬汁。 柠檬汁的柠檬酸可以使皮肤亮起来,同时也使皮肤变干。 它被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去除皮锤的偏方。 只要将少许新鲜的柠檬汁挤进一个容器里,将棉签沾湿,轻轻涂抹在皮锤上。 或者,你可以切一片柠檬,直接擦在皮锤上。 每天要坚持涂抹柠檬汁,直到皮锤变干且掉落,还要小心点以免撒到周围皮肤上。 6. 使用维生素E油。 据说维生素E油和创可贴结合使用可帮助去除皮锤。 创可贴可以限制血液流向皮肤标记,而维生素E油则可以加速周围皮肤的愈合。 打开一个维生素E油胶囊,将里面的物质涂抹到皮锤上即可。 要用创可贴盖盐。 让皮锤这样子维持一到两天,然后撕开创可贴,清洁该区域并重复步骤。 要重复这样做,直到皮锤掉落为止。 7. 用胶带盖住皮锤。 胶带经常用于移除至,也可以使用相同的方法来移除皮锤。 将一块胶带贴在皮锤上,就让它在那里直到它自己开始松掉。 撕开胶带,看看皮锤是否已经随着胶带脱落了。 如果没有,就重复这个过程,直到皮锤脱落为止。 小提示有时候你刮胡子的时候会不小心将皮锤割落。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不要担心。 它可能会流少量的血,但不会有危险的。 警告在没有咨询你的医生之前不要做以上任何一件事情。 确保你的皮锤并不存在其他可能的更危险的皮肤状况,这是极其重要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